卓西湘的来上阿嘎三域 30号传出了一支五人学术的探勘队伍 其中徐姓队员疑似角落受伤 无法行走 华林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在接获通报之后 出动了12人的救援徒步队伍 入山来救援 因为山区的天候不佳 而且路况不好走 于是第二梯13人队伍在上山会合之后 合力将脚伤无法行走的徐姓队员 以轮流背负的方式 在二号顺利的接驳下山救医 完成了这项救援任务 从山区传回来的救援照片 可见救难人员合力将伤患 以轮流背负的方式拔山涉水 踩着安全稳健的步伐 快速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希望能够尽快将伤患送下山救医 这次五人的学术探勘队伍 3月24号从卓西山入山 前往阿桑雷阿布农组旧社 进行学术研究 预计4月6号从南安下山 不料隔一天 一名徐姓队员不慎扭伤脚踝 直至3月30号脚踝总帐 无法行走才报案求援 相局立即组成12人的救援小组 从卓西山入山来进行救援任务 应该鼓到非正常的登山路线 而且加上连日大雨 地面泥泞湿滑 增加了整个救援任务的危险性 以及困难度 因此相局在4月1号 另外征派了13名的救援小组人员 来进行中继救援资源的任务 消防局接获通报后 和卓西山登山协会 预管处以及玉里义勇消防队 共同组成了三难救援队伍 分两梯次共25人陆续徒步上山 3月31号接触到病患后 受限于天后 以及阿桑南亚山域闲崖峭壁 崎岖难行影响救援进度 救援队决定以轮流背负的方式 合力将脚伤无法行走的徐姓队员 一步一脚印地接驳下山 终于在今天4月2号中午 平安抵达了瓦拉米登山口 并将徐姓队员送一救治 救难队伍花了短短三天的时间 顺利完成了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